好 同学看到192页的第一题 气体动力论呢 他说处于一个平衡状态的单原子理想气体 下一盒正确 这个禁止容器中分子处于禁止状态 怎么可能对 禁止容器中里面的分子是跑来跑去的 那你再怎么样你也记得 我们讲过马克思维数率分布 他数率有快有慢 最好四周是零 没有 A错 B 他说那气体的总动量是多少呢 好 那总动量怎么算 我们来写一下P Total 这个叫做气体分子的总动量 别忘了动量是一个向量 那很简单 总动量就是把每一个分子的动量 平均加起来就好 不用平方 写错了 好 把它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怎么加 就是就从第一个加到第二个 对不对 加起来 别忘了 它是向量 那就是质量对不对 每一颗假设都是同一同一个种类 所以M是个常数可以提出来 所以你只需要加速度 那你会发现这速度有有左右又有上有下 全部加起来要等于零 要不然的话这一坨气体就会有风 对不对 然后你这是一个密闭的盒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总动量很为零 这个V是对的 可以 好 然后再看 C 同一个温度时 各种气体的这个 方均跟速率跟分子量成反比 好 那我们再列一个式子 就是平均动能 就是单原子理想气体 就是2分之3KT 等于2分之1 MV MS平方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方均跟速率的公式 就是根号3KT除以M 那你不要忘了这个M 是一个粒子的质量 那要怎么样才会变成分子量呢 那你要乘以亚佛加绝数 所以这个M是一个粒子 老师的亚佛加绝数 用N0来表示 6.62 不是6.62 6.02 6.02 好 谢谢6.02乘以10的 剩23次方 6.02 你10的23次方 OK 好 那这我们的亚佛加绝数 然后我们这个3 那你分子分母同称亚佛加绝数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哦 这个亚佛加绝数乘以K 就要等于气体常数R 所以这个 灯号 3RT 然后呢 除以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分子量啊 分子量 为什么 因为6.02乘以10的23次方个的每一个的质量 那这个就分子量 我用大M来表示 分子量 好 那所以我们的VMS 方钧跟速率 它就正比于分子量的导数 开根号 所以C对不对 同一个温度 RT是一个定值的时候 我来把它圈起来 T是一个定值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方钧跟速率跟分子量成反比错 还要开根号 可以吗 好 看一下猪 猪说平均动能跟绝对温度成正比 猪在这里 我把它写在一起 猪写在这里 平均动能跟绝对温度 它只有这样的关系 这是单元指理想气体的结论 所以猪是对的 OK 猪是对的 猪是对的 好 再最后一个看一下 E E是密闭容器之中 气体的压力跟平均动能成正比 好 那我们就使用理想气体方程式 把PV等于什么 等于NRT NKT NKT 好 然后 不用NK PV等于多少 2分之3KT 有平均动能是2分之3KT 所以 所以这个PV 这个地方等于多少 它是说气体的压力跟平均动能成正比 好 那密闭容器吗 我把这个改写成3分之2 N乘以1K 好了 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带入而已 就是我把这个KT用3分之2的EK带进来而已 KT KT等于 这个KT等于3分之2 一个EK带 两个式子这样互相带一下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 好 所以我把最后结论写下来 PV 就等于3分之2 跟EK带 好了 这个式子 其实你应该也早就知道了 这个式子 N是粒子数 EK带是平均动能 那这个其实就是EKTOTAL 总动能 那我请你背过一个公式 就是EKTOTAL 等于2分之3PV 这个之前就讲过了 这其实是同一个式子 好 我一选项 我弄到现在都是在弄一些 我们已经学过式子 好 我只是为了要凑这个题目的答案 它说压力跟平均动能 好 我只是为了要把这个弄出来而已 答案也不止 也不止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弄出来 这关系是就是可以看你想怎么导 好 反正压力跟平均动能成正比 这是E选项 你必须要在什么条件下 就是VN是什么 是定值的条件下 你才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来看密闭容器V是不是N 是不是都定值 是 所以这个两个条件都打勾 可以 所以P正比 所以再写一个灯 P就正比于平均动能 好 那这样我可以接受 那这个E就对了 好 那所以这题答案 看起来有B租E 好 好 谢谢观看